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們繼續開會 請官員就座 接下來請徐志榮委員來做質詢 好,等一下 等你 你會動而已 沒關係,慢慢來 謝謝主席,麻煩請 蘇次 來,蘇次長 蘇次好,蘇次辛苦了 我們現在新冠會員 可以說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聽說最近看精神科的病人也比較多 是不是 我好像有看到報告 有沒有統計說 關懷諮詢專線的人有增加是沒有錯 那沒什麼關係 應該短期間也不會真正的成為精神病患才對 好,那想請問一下我們現在國內我們精神病患的人數大概是有多少 在我們列管的系統裡面有14萬左右 14萬左右 好,這個 現在有的在犯罪的 他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精神病患 反正當律師的可能總是要跟他找一些理由來用這個精神病患 這樣子看能不能減罪 其實講起來被害者也好 加害者如果真的沒有這樣的病 然後用這樣的假借這樣減輕刑責 這個是很不應該 但是真正他有得到這個病 做出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加害人也好 被害人也好 其實都是很可悲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看我們要怎樣的預防 盡量讓這個精神病患減少 既然有了以後 要怎麼樣來輔導他 來治療他 讓他不會做出一些 我們都想不到的 預期不到的這些事情發生 那我想請問這個市長就是說 我們現在我們精神病患的復健的資源 在我們國內來講有足夠嗎 跟我們報告 其實我們從精神醫療系統 或者到我們社區的處理方向 其實有相當的不見 但是在社區資源 確實有區域分配均勻的問題 我們這會再努力去加強相關的不見 那我所了解的 好像我們現在也有把這個 長照2.0的服務對象 有包括在49歲以下的 失能值身心障礙者 其他還有 你們的長期照顧服務法的第三條 第二款也有將 身心失能者列入長照的範圍裡面 一方面就是擔心說 有納入這麼個範圍 但是剛剛聽您講的有14萬人左右 這樣子我們照顧得了這麼多人嗎 甚至於說這些照顧員是不是足夠 跟委員先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14萬裡面其實有 失能狀態才會納入長照那個系統的部分 那整個服務的話 目前確實我們是用分期分流的方式 和一二級公公衛生服事 這樣的分期分流 那我們也承認所有的服務工作都有 有品質在提升人員在精進的空間 所以說14萬人不是所有的 都是在我們在長照的這個體系裡面的 然後就是說對這個照顧員 足夠不足夠的這個問題 甚至於照顧員是不是有對 精神病患的特別的培訓 我相信就是說這個精神病患有在這個長照的裡面 但是他也跟一般不是精神病患的人一起 那一樣的照顧員是不是有特別 對精神病患在長照的這個機構裡面的 有特別的去培訓 是 請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議題 其實這個議題其實我們確實有遇到 那雖然我們現在把這個精神病人納入長照 可是真正照服員要去家裡去做照顧的時候 其實心裡難免會有些害怕 那我們目前的做法是第一步 我們是在照服員的基本訓練裡面加入這樣的課程 可是這樣可能還是不夠 所以我們目前的做法是我們先補助幾個場地去試辦這樣的計畫 去試辦怎麼樣照顧這樣的精神病人 然後請那照服員可以來接受臨床的訓練 好 是我們目前的做法 謝謝市長您有注意到這一點就好 好 那我們貴步在二月份的時候有公布精神病人長期照顧示範計畫 這個議期的效益是 今年度我們要補助七個縣市辦理 作為一個示範的這個地區 明年要推到十五個縣市 之後在全國二十二個縣市 我想請問的是說 今年我們承辦的這個七個縣市 是不是已經就決定了七個縣市了 或者是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有所稍微延宕 是 跟委員報告 目前所有案子都已經進到新口市來 目前正在審議 就是請委員來審查這個事 我也沒有特別的意見 我是說如果要選這個七個縣市的話 不妨也考慮一下 可能有是有一些都會的縣市 有一個比較偏鄉的縣市 反正我們是示範作用的嘛 所以說你的這個七億啦 除了我講的這個都會偏鄉以外 是不是有其他參考的這個 反正我們試驗性的 就把這個七個縣市 我也不是要珍惜 我就要在我們間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 反正就是示範嘛 示範的就是各種關係的都會偏鄉 或者是什麼 海的山的什麼種種因素都考慮進去了 我只是這一個小小的這個建議了 再來就是有關這個網路遊戲 跟這個手遊也非常的多嘛 前年在世界衛生組織 就有將正式在 將這個網路遊戲成癮症 也就是所謂稱為電玩失調症 列為精神的這個疾病 那我國可不可能會不會 需不需要也將這個網路遊戲成癮症 列為精神的這個疾病 是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議題 其實這個網路成癮的問題 在東方國家其實都是蠻嚴重的問題 那我們當然 也有一些原本這樣成癮症 發生發生事情的 是是 那確實我們就是做我們的做法是 第一個我們現在我們七個這個 精神醫療的核心醫院 還有很多心理治療所要求他們開設 針對網路成癮的治療 嗯 開設這樣的門診 第一個 第二步的話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去 呃 去涵給這個健保署 希望他能把這個健保碼架到 那個健保署裡面 您已經開這個這個免診 那個2018是說那個 國際疾病分類標準是ICD-11 我們現在是還是ICD-10 所以你看那個免診 他可以去把它 列為一種疾病可以去申請這個健保的那些給付了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些網路成癮的個案通常都有共病症 就他不是單一診斷 所以他可以用其他診斷來申報 那但是我們如果沒有這個診斷碼的話 我們就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的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請問健保署希望他能夠增加這個診斷碼 那增加了這個診斷碼之後 我們其實在中央部門我們就可以了解整個國家的嚴重程度 可能ICD-10要轉變為ICD-11 可能你會時間會比較長 曠日會時可能比較複雜 也不妨是不是可以 弄個什麼虛擬的這個代碼 還是怎麼樣來利用 可能也是一種參考 是 協議委員的建議 這您這個指導的方向正是我們現在努力的方向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次長 謝謝市長 謝謝 好 謝謝許委員 謝謝蘇次還有市長 接下來請黃秀芳委員來做質詢 謝謝主席 我們先請次長 來 請蘇次 謝謝 planet earth 美媛 你说的 интересно 莫恩老師 次長好 次長我今天也要針對我們這個社會福利 就是我們很多的這個社會福利服務 其實我們政府很多都是委託一般的機構來服務嘛 那我也看到就是說衛福部在2018年 有委託台灣社會福利總盟 有執行一個建立友善夥伴模式 那政府委託民間辦理社會福利服務研究案 那其中 其中就是說 對於民間團體投標社會福利服務經驗當中 對於經費的編列遇到的問題 其中有48%認為就是說 經費編列 不含 沒有含 不休假給付 還有這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的 職務代理人的薪資還有資遣費 那還有44%是認為就是說 一些機具的設備稅捐還有保險費 可能就沒有在這個標案裡面 編列裡面 另外還有一個34% 就是說這個人員的這個編制 有關這個健保或者是勞工退休金的部分 撥補的部分也不包括在裡面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其實這些民間團體對於現在的這個 我們的政府的一個社會福利的一個標案 遇到了這些問題 那未來我們這個衛福部這邊針對這些問題 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解決方式 是 跟委員報告 確實我們跟民間的合作是非常需要民間來支援這個社會福利的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是針對 確實他們有一些健保會伺負責 所以我們現在有加高業務費的補助費 就讓它去統籌應用看是不是要處理加班 或者處理這個健保費的 它那個機構該負擔的費用 所以我們先用那個專業服務費的提升的部分 專管費 專業管理費的提升的部分來做這個處理 那我相信合作之間怎麼能夠做到更密切的合作裡面很多議題 我覺得都要不斷的滾動做檢討啦 好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類似這樣的一個服務案 它是一年一標 還是說可以一個標案是可以幾年的 你們這個是什麼 這個有時候看更地方政府的習慣 其實延續性的工作 我們比較期待他們能夠像用兩年或三年的方式 標一年一標 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可能財主單位的規範 他們會用一年一標方式 在一年一標方式當中 其實延續性的方式我們要求它要有這個 保留企業或者擴充企業的條款 萬一在那個招標時間面完成當中 它可以延長這個擴充合約幾個月 讓它可以銜接這個服務啦 所以這個規範的部分 每個縣市的執行者寬延不一啦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再加強相關的交易訓練 特別是延續性工作 我們明明知道這要做的工作 不要拘念一年一四房 讓服務中斷 甚至工作人員的保障被剝奪了 所以這一塊的加強我們會再處理 但是基本上我們會要求延續性工作 一定要盡量拉長這個招標的時間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從衛福部這邊 能夠跟地方政府講一下 需要延續性的這種服務 不應該是一年一標 而且有時候你到 這個當你標這個決標之後 可能也許這個機構 它不是每年都能夠得標嘛 那如果一年一標的話 譬如說你今年它服務的這個 對 其實我覺得你服務的這個對象 其實有的就是要有一個信任感 那如果說你這樣子一年一標的話 其實社工跟這個 被服務的這個小朋友也好 其實如果沒有信任感的話 就是一切都還要從頭開始 是 我們認同委員的看法 其實我們最近本來要辦講席 去加強這樣的招標延續性能力 那剛剛有碰到一起說 這個講席會就應用大型延期辦 那我想我們會重申這個原則 延續性的應該以穩定為原則的情況下 那因為我們很鼓勵他們 拉長這個招標時間 但是每年你還可以去評鑑 那做不好你還是可以解約嘛 需要用這個方式來處理 所以委員的建議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們會來跟他們地方加強溝通 好 接下來就是說 有的這個服務單位 它是所有的資遣費可能就是 需要就是說你們受託的這個單位 自己去付嘛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是一年一標的話 也許這個服務單位它是 需要因為承接政府的這個服務案 所以它需要再招募其他的社工進來 那也許這個標案它沒有標到之後 這個社工就因此可能就失業了 其實我們最近就有碰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類似這樣的 未來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社工的這個所有的 承接的這個案子的這個資遣 因為我看就是說 你們是不是標案是包括 有包括這個資遣費是不是 沒有 原則上一般的委託案 假設有定期契約的話 它就沒有涉及資遣費的問題 但是假設中間 在合約期間工作期間 它要資遣它才會產生資遣費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覺得說 還是用人單位要去斟酌 它的人事行政管理做這個相關的處理 好 那我希望就是說未來 就是說在 我們的這個服務的 這個政府編列的這個社工的 薪資的預算裡面 我們看到就是說一名社工每一年 每一年的這個薪資是12個月 然後再加一個1.5 13.5個月 13.5個月嘛 那這裡面好像沒有規劃到就是說 未來這個資遣啦 或者是說 這個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如果 因為案子不見了 或者是說 因為這個單位 他承接的案子 可能沒有標到 那這些社工 可能會被這個單位 資遣嘛 那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你們另立一個專戶 針對這些社工 另立一個專戶 如果因為沒有標到這個案子的話 然後這些社工需要資遣的話 就有一個專戶來處理這些社工 這個要看當初他們 這個用人單位 對這個社工的禁用 是以機構的原而來 運用來支持這個方案 還是為了這個專案 是專門在新聘的社工 因為不同而有不定的定論 那我想重點是在這個 社工有經驗社工 怎麼讓他的這個經驗的 把貴人流傳下來 所以我想我們後續以後 再加強這些 相關專業能力的 來加強這套的轉介服務 讓他可以 不見得這個方案 他可以延續到別的領域去努力 至於資檢問這塊 我覺得問題要看 真的當初在 應用人士來源是怎樣 我們要再慎重的考慮 好 謝謝 那今天我就針對這個社工的問題 那也希望就是說 我一直在講的就是說 其實民間的團體 有很多是承接政府的 這個社會服務的這個案子 那如果說這個 這個民間團體 他已經沒辦法再承接這個案子之後 這些社工 未來怎麼可以再到另外一個 這個團體去服務這些固定的這些人 其實我覺得說政府可能也要做一個 這個協助的一個角色 我們可以來建立那個人才交流的資料庫 讓他們要找人的 也可以找到這些有經驗的社工 我們來努力建立這樣的一個平台 好 謝謝 那請市長回座 那接下來我想請 那個法務部的市長 請市長 委員好 市長好 市長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之前都在彰化跟您見 感謝您的照顧 謝謝 謝謝 市長我想請教就是說 司法院跟法務部在3月16號 有舉行一個司法改革進度報告記者會 那其中當中有說到這個法務部 這個推動私改的亮點是一個 這個溫暖友善的被害人保護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這個部分 未來短中長期要如何去落實 那其實有很多人會講說 這個犯罪被害人的保護 其實你們也有很多的這個 專業人員還有志工 那其實有很多志工 其實他也不是那麼的專業 所以那些志工 你們要透過什麼樣的訓練 讓他可以協助 可以協助這個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 保護協會 那因為我看到這個保護協會 台灣有22個分會 那其實分佈下來 我看到所有的專業人員 全部才53人 那兼任的人員才這個102人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當然需要透過很多的志工來協助 那未來就是說我們 不論是法務部或者是 我們這個司法部門這邊 要怎麼透過這些志工來協助你們 是感謝委員就這個飯堡議題的關心 有關於志工的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我們是希望 有一千位的志工 不過目前只有800多位 但是呢他志工的話 除了熱心以外 我們更要求他們是希望有專業 而這個專業包含的法律 比方說我的訴訟要怎麼進行 還有心理的諮商 我怎麼讓被害人走出他的陰脈 甚至於被害家庭 有可能所謂的經濟的困難 我們也要跟相關的設政勞政等部門 還有所謂的設政 衛政等等系統 我們希望架構一個讓被害人 感到溫馨的一個社會 是 那接下來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人希望說 被害人的這個訴 就是目前被害人不是訴訟的參與者 那所以未來是不是有可能朝這個方向 就是說這個被害人也可以來參與 這個訴訟的這個部分 有關於被害人的訴訟參與 感謝大院在刑事訴訟法上面 對於法務部及那個司法院的支持 我們現在從偵查一直到審判 我們在有特殊的案件的時候 我們會讓被害人來參與訴訟 在真審中表達意見 包含著我們也希望 被害人跟被告之間 是否能夠面對面的予以建立 也就是所謂的修復式司法 我們也以一種所謂的 志願性的方式 如果能夠達成的話 讓這個社會更加的和諧 是 好 那我剛剛講的 這個志工的部分 其實我希望這個因為可能 需要有一些更專業的知識 那人力不足的部分 我也希望就是說能夠把它補足 那專業性的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就是說不要讓被害者 有那種二度三害 因為有時候專業不足的話 其實對被害人不是那麼好 是的 對不對 這個我們都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好 感謝委員的指責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洪委員 謝謝市長 接下來請邱太元 邱昭維 來 不請 謝謝 要不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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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料意對自殺防治 有什麼進步嗎 已經有差不多半年有了嘛 不止喔 9個月了 推動成效怎麼樣 請 來來來來 還是自然呢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自殺防治的議題啊 那也謝謝委員在能夠協助這個自殺防治法的這個通過 那這個在我們中華民國的這個自殺防治的這個歷史上是佔有決定性的地位 那這個法通過之後 我們現在目前正在擬定草擬那個事情細則 裡面最主要是現在有一點點爭議的 還在跟新聞界溝通的 就針對如果在新聞上面 如何如何播出這個應該說登載這個自殺 的議題啊 那對這邊他們新聞界有些意見 我們還正在討論當中 那至於其他的實際的成效的部分 跟委員報 其實就像我們 在自殺防治裡面最重要的就是管制 致死性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已經農委會 經過農委會的幫助 已經把Paraquit 這個這個 沒關係 總和言之 這個法新規以後對你們在推動各種 政策啊 關懷啦 怎麼樣 我們想說拿到一個好的保健 還是來處理嘛 有沒有這樣的架勢在做 有有有 好那我各位政府會在關心喔 感謝您對這樣一個重要的議題 那個處理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讓他發揮他的 那個功能 那有需要什麼支援也請多多協助啦 尤其今天這個很多的議題跟疫情還是有關係啦 我們看下一個新聞好了齁 今天早上有看到 應該是今天啊 可能前幾天都有了齁 那機家隔離齁 就變成家內事件齁 提升了 我們有沒有關心這件事情 大家關在處理齁 那個我今天在吃早餐的時候 那個老闆娘就說 這個 好像哪一個 馬來西亞的那個總理又宣布 再延長 隔離的時間 齁 大家就頭比較痛 齁 那個 我覺得這個部分在心理上的調適齁 或者整個大家生活型態的改變 因為議程當中 齁 大家都不出不出門之下 怎麼樣做一個互動 甚至可能有很多學校的學生必須要在家裡齁 這樣的一個互動有沒有誰可以來關心一下齁 這個機家隔離到底跟這個兒內事件有沒有相關 呃我先跟委員報告齁 就是在我們學校延後開選兩個禮拜 那個中間我們做了第一波的處理 就是弱勢的這個餐食券跟那個營養午餐的部分 還是有繼續請學校發放這些 津貼跟餐食券 在延後兩個禮拜那個部分 那至於說 呃這個 在這個機家隔離兒童的照顧問題 我們現在已經有做那個照顧津貼 就在而這個 呃需要被機家隔離 他有幼童12歲以下需要被照顧的話 我們是有給這個提供津貼照顧的 所以我們 對這個議題是有事先做預防的措施 心理層面嘛 齁的狀況 當然很多可能會產生心理的衝突啦 那相關的事件當然跟物質是有關係齁 但是心理層面的關懷 齁這個部分 有可能要注意一下啦 有有跟委員報告 在我們二月一間就成立了一個 我們有做一個call center 就是這個 關懷這個居家隔離的 居家 就是居家這個 檢疫的或者 那個 call center要打幾號 蛤 那1925 我們是有 我們是兩個 一個是call out 一個是call in的部分 call out就是我們主動關懷 你們只要發現需要轉介到1925 我們會轉介 或是心理層會轉介 另外是1925 我們有不斷的宣傳 在我們的防疫的相關的 賣啊 臉書啊 或者甚至 健康自主填報表裡面 都有宣傳1925這個專線 就是希望民眾有需要可以利用 好1925這個可能要發揮功能 是 應該的 依舊愛我嘛 對 我們確實這三個月有 這個不是原來的自殺防治專線啊 不是 這是安心專線 叫安心專線 對 它就叫安心專線 那其實我們統計防疫期 這三個月來 確實它的這個 有關防疫的變化有 這個外面都在開玩笑 1922打不通就一直打到1925去了 這樣子 對 我們還是有給QA給1925 我們可能可以協助做一些基本的回答 好這個也可以先導一下啦 是 謝謝 因為這個部分可能 我們一定要用最堅強的 身心照顧模式 來應付未來的疫情 是 除了說防疫以外 怎麼讓大家的心理素質 身心得到愉快 來度過這個疫情 也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好 謝謝 我們看下一張 謝謝 這可能司長可能可以行好 那 我還是 今天 我們的劉趙偉 非常關懷社區安全網 所以我們在她 的精神感到之下 其實在這些年來都很努力 在處理啦 那 我們在2017年 就開始 常常在為反討論這些題目嘛 那怎麼樣落實關懷文化提 提升前民的社的一個民眾 來關心這個部分 人人有所的觀念嘛 那 我們2018年社家署也 特別從 以個人為中心 變成一個家庭為中心來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很符合 其實我們現在一一寫的潮流 也是 從前人 個別的專科變成前人 全家 全社區照顧的模式 這個大家 看起來社會都共同往這方面努力 然後我們的蔡總統也非常重視 社會安全網的一個建議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一起來努力看一下 剛剛好像 方西方委員有問到社工的人力嘛 那因為我們那個社會很關懷 當然 社會安全網絕對不是只有靠一個專業 像我剛有講 前民要動員 但是我們還是要關心 現在社工方面的 這麼一段時間來 我想 劉昭委會提出 這樣相關的 相關的一個議題一定是關心相關的議題有沒有進步 那不曉得有沒有在社工人員的困境 前一陣子都在提有沒有改善 社工人員確實我們增加的員額增加的部分 我們希望在今年可以達到總社工人員3021的社工人員 那目前是階段性在禁用 那每個禁用的狀況不太一樣 大概平均在八成左右 有的縣市高有的縣市低 那對於比較禁用不足的 我們會各安去了解這狀況是什麼樣 我們會提供必要的一個協助這樣 好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 大家來精細來報導 那會做得更好 是 謝謝 然後看下一張 那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那個也不是只有靠社工 因為一下子要增加人要訓練 這個就得到體制的問題了 所以怎麼樣動用醫療院所跟社區的醫師 其實是我們在醫學界這幾年非常努力的 就像然後結合很多社會的資源 像我們在各個地方有一萬多家的診所 我們盡量讓他成為一個好的社區守護神 家庭醫師 然後參與安全網的工作 互相守望相知 這個部分其實在各個很多的縣市是做得蠻好的 那同時可以 因為醫事人員跟家庭比較近 對 所以如果家庭醫師都做到他們家到生幾隻 什麼都知道 所以小孩子什麼時候要打疫防針什麼時候 其實現在都已經控制的 都已經掌控得非常好 我們很擔心這次的疫情之下 大家醫療都不去做 撕掉 其實很多醫療的品質我們都要再回覆 這也是我們最近也一直在跟政府努力的部分 像這個就結合全國的一個福人社 這個我們賴副總統也前來參與 共同來關注跟努力 好看下一張 時間有關係 那照顧者的支持也是很重要 那這個部分照顧者的支持 是不是已經都做了努力在做 我們像醫療文教金基金會也很關心相關的事情 不曉得我們衛福部有沒有針對他們的提出訴求有在努力 我想所有的報告我們同的相關單位都會去做研讀 然後做精進的改進 那我想家人照顧者的支持裡面很大的在喘息服務這一塊 確實也在有增強相關的一個服務對象的擴充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在持續不斷的做一些推廣 好 其實英文叫做spite care 我們中文叫做喘息 好 最後看下一張 那怎麼樣 因為漫長的等待期 早期的接入跟無事感這些問題都是要關注的 那我們醫療基金會有提出幾個方向 我覺得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我相信貴部跟相關的單位一定都有在努力 那尤其像更多的互動 這個部分結合的資源 這個部分就拜託相關單位 來繼續努力 那貴政者我們會再來關心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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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邱昭委 謝謝 舒適齁 接下來請張玉梅委員來做質詢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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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不要緊 不要緊 主席 大家早 大家好 呃 我有請那個 次長 來 請數次 對 次長 呃 在進入今天的議題之前 我想利用一點時間 來談疫情中的心理健康的策略 很遺憾 最近接連傳出 許多件醫事人員 或者家屬說到民眾的獵巫霸凌的新聞 看到這樣的訊息 實在是令人非常心痛 醫事人員不眠不休的付出 在防疫線的防疫的第一線 堅守民眾的健康 卻患了這樣的回報 市長 要如何讓醫事人員 有信心能夠堅持下去 要如何維繫新年的健康 去面對日後更高強的 防疫的這種壓力呢 市長 請問您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 在這個防疫期間的 醫事人員的壓力 我想這個這個 醫事人員的壓力 最主要是來自於 除了工作的 心勞以外 另外一方面是來自於 民眾對於這個疾病的恐慌 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防疫中心這邊 很重要就是每天的 這個記者會 把一些重要的議題 由部長親自的跟大家講 說明這些 這個是降低 降低恐慌的最好方法 那對於醫事人員本身 其實我們應該盡量 給他足夠的這個資源 包括總統的獎勵措施 總統的這個補貼還有裝備的提供等等 這些都讓他足夠 OK 市長這個是物質的 我先講精神心理方面的 那對於我要再問 對於不堪網路謠言的霸凌 還有他會有受到影響的醫院 或者是停診的診所 能提供怎麼樣的法律協助呢 主管機關有沒有主動 依市違法請警政署調查呢 這個我請教 好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邊如果涉及了防疫期間 如果在網路上有有造謠言 或者用這種方法來霸凌的話 其實都有可以直接通報 通知到這個警政署跟調查局這邊來協助處理 所以你意思說 你就用各種方法去協助處理 那衛福部 目前呢 有沒有足夠的人力與量能啊 你剛剛講說 你會去做這個協助處理 可是我知道 你的量能跟人力夠嗎 對醫師人員 這個人員的家屬 是要不友善的對待 譬如說我們看到新聞 有護理師他的子女 在這個學校裡面 說他帶著病毒來 這麼不友善的對待 衛福部 你的平台到底在哪裡 他無助的時候 你的平台在哪裡 對待他 這次的這個 防疫期間的 心理方面的這個資源 其實我們是有建制的 除了 針對隔離人員 我們用call out的方式 就由我們建立這個 關懷中心打電話到 所有的被隔離的人員以外 那另外我們針對 這個 在 移出來隔離的人員 就是有的是居家 居家檢疫的人員 跟 集中起來隔離的人員 我們都有單獨有 指派醫院去協助輔導 他們的這心理諮詢 但是對於一般大眾的 我們透過1922系統 1925系統 這個1925依舊愛我 這個專線 來關懷 讓民眾如果有任何的 心理焦慮 或擔心 都可以從這邊來投訴 我現在先講到醫事人員 那你知道 我上 上個月跟部長報告就說 現在呢 不是一個白米賽跑了 防疫不是白米了 他是馬拉松了 所以你知道 對於醫事人員的壓力呢 還有呢 他產生的工作表現 與工作意願 或者離職 都會有長期的心理的衝擊 這個衛福部 你必須提早準備的 這是我要問你的 所以你剛剛講到1922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看我再提到了 不僅如此啊 疫情已經蔓延兩個多月了 對不對 那部長最近也提到 這幾週 就是疫情的關鍵期喔 你看回來那麼多的留學生啊 等等這些 那現在除了醫事人員 還有被隔離的心情之外 我要特別提醒 因為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 會可能影響我們國人的心理健康 經濟的衰退 你知道嗎 在這個一般來講呢 從過去十幾年的這種數字來看 失業率增加一個百分點 青年的男性自殺率就超過八個百分點 失業率 這個增加一個百分點 青年成年男性自殺率超過八個百分點 疫情造成的這種經濟危機 一定會帶來國內的失業率 所以呢 面對失業的勞工 那個除了勞動部給你短期的紓困 請問你們有沒有跨部會的結合跟衛福部 心口師 我們在各方面呢 能夠提供心理的支持 同時要呢 要請地方的社福 社福 社福 市長你是社福嗎 掌握 很重要 高危險權 你有沒有掌握高危險權 什麼叫高危險權呢 就是對於薪資波動耐受比較低的家庭 薪資的波動耐受比較低的家庭 要提早介入關懷 請問市長 非常謝謝委員關注這個議題 我想這個經濟衰退隱身的後續的問題 是要跨部會來合作 跨部會合作 我想為何不針對這些 萬一因為工廠、官廠、失業 當然我們就業裡面有一個被迫官廠的情況下 他可以失業救助金 但失業就只有大概六個月的時間 那這中間呢 我們在各地的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都有界定一個指標 家庭因為家中主要生氣的失業 等都是我們脆弱家庭的指標 他可以轉接到我們社會中心做關懷服務 對 市長您的意思說 有跟勞動部一起做跨部會的連結 接著下來因為我的這個質詢時間不多 我就要進入現在今天的社會安全網 今天的社會安全網 您知道嗎 這個我們有一部金鐘獎的電影 連續劇得到六項大獎的就是 我與惡的距離 它裡面一個台詞很重要 解決傷害最好的方法 就是善後與預防 善後與預防 我知道在107年的行政院呢 有推出的叫做強化社會安全網的計畫 其中呢 有很多的政策的檢討 但是在實施策略中對於心理健康議題 依然末視 再講一遍 對心理健康議題依然末視 仍然是從避免再犯再度出發 避免再犯再度出發 沒有預防性的 面對潛在的加害人 國家看似還沒有積極介入 也就是說它沒有預防 所以就很侷限在什麼呢 合併精神疾病 而少保護 家庭暴力性侵害事件的加害人 加害人就說已經發生了 它不是預防 所以忽略了沒有 涉及犯罪精神病人 所需要的社會資源 再講一遍忽略了沒有 還沒有涉及犯罪 你知道嗎 這些人佔多少呢 因為關懷仿視精神病人有14萬3000 那你呢已經就是 事件加害人呢 你關心的是7個百分點 7個百分點 那其他呢 有93個百分點呢 它是沒有受到 安全網計畫的照顧 所以請問 請問次長 是 我跟文說明喔 社安網只是在補充性 既有的一些服務車 是不足的一個網絡的加強 所以剛剛您提到93% 都在我們社會關懷的 精神病人的管理系統裡面 分級分流去做關懷 一、二級 我們有公衛護士去做關懷 三、四級 有社區關懷訪問員 就是沒有涉及犯罪的精神病患啊 對對對 都有在分級分流在做管理服務 那你剛剛講只是其中一部分是 合併加害的這個特質的 那是才在社安網裡面 就是其他的97 其實在原來的既有的 這個相關的精神的 促進的方案裡面去協助的 市長我主要強調就是 你們的輔導的人力 關懷輔導人力不足啊 因為目前13萬3千個精神病患啊 訪視的精神病患 只有99名的訪視員 所以呢他一個訪視員呢 要照顧到350到400個 你這樣除起來不對對不對 14萬除以99 不對對不對 對的 因為他探訪的頻率 他只負三、四級 對 所以呢就是說 按探訪有一個月一次 一季一次 半年一次 一年一次 所以呢他現在人力非常不足 請問市長要怎麼改善 跟委員報告 然後我們這個訪視員 不是只有這99位 我剛剛說我們分級 一、二級是公衛護士 三、四級才是99位 那委員的處罰沒有錯啦 然後我們剛剛也報告過 因為我們大院的很多委員 都非常關注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現在在努力說 在這個關懷訪視員 能不能朝向1比80為目標 來努力增設人力 你剛剛增加所有社工人的 都是在事件加害人 我再講一遍 你忽略了 沒有涉及犯罪精神病所需要的喔 因為他們 你都是已經犯罪 我覺得規防最重要 我們一講公共衛生等等 規防 市長你說是嗎 我們同意啊 所以我剛剛有報告說 公共衛生護士 就在一、二級的關懷訪視 所以我們是分級分流 最嚴重那一塊才到 親衛社工去處理 所以都有不同的人 在做分級分流的服務 好,那就要麻煩市長 市長跟市長呢 把這個關懷輔導員的人力補足 謝謝 好,謝謝張維 謝謝蘇市長 那我們現在 先來處理臨時提案 嘿 好,請陳佳華委員來做質詢 那各位行政官員還有委員先看一下 裡面總共有11個提案 各位自行先參與一下 來 謝謝主席 我們請次長 來,請蘇市長 委員好 次長好 今天我還是要再針對一檢師的部分 還有剛剛前衛委員有提到的一些相關輔導的部分 那首先我先提針對 現在有一些無薪假 或者是裁員的企業的勞工資料 是不是請衛福部跟這個勞動部 針對地方如果有一些衛生局有一些相關的資料 能夠互相勾激 那在勞工遭遇突發經濟重創的時候 提供關懷 那這個提供關懷 本席是建議 也可以針對這些人員呢 加強這個武漢肺炎疫情病毒的相關的這個衛教的工作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除了現在有很多 衛福部有請很多相關的衛教師 或者是社工師 也可以順便做這方面的宣導 或者是有這個 慰勞 或者是關懷的這樣的情況 那另外在一檢師的部分 我們知道就是一檢師 他們的工作 尤其是在從事病毒檢驗工作 檢體檢驗 那現在請問一下 現在每天的這個檢體大概有多少 好 我們抱歉因為今天 我們知道就是 是不是我可以再會後提供給委員 好 我們知道一個人如果從 可能被隔離 或者是自主檢疫 如果要做這個檢驗檢查 可能一個人次的這個一個人的檢驗次數 可能會多達二十次 多達二十次 那現在我們知道 每天這個檢驗的人數也多 那另外呢 在醫院現在醫檢師他們的這個聘任 跟給薪的這個制度 那本席有接到非常多的陳情 就是這些工作人員 這些醫檢師他們的這個人力 非常吃緊 而且工作是很多 但是呢 他們的薪資卻是 在醫院的薪資的比較之下 是非常不合理的偏低 所以本席是 希望衛福部在薪資這個部分 能夠除了 之前有提到的危險津貼的這個 給予的相關的這個修法之外呢 也對醫檢師未來的這個薪資制度 給薪資制度 聘任人力數量 能夠做檢討 然後呢 我們看到就是 現在的這個 醫檢師的人力的計算 是用病床數 來做這個 人力聘任的一個標準 譬如說幾床幾床 但是我們如果 有到醫院 尤其是比較大的一些 醫學 這個中心等等 我們知道 不是 所有去醫院的人 是都有住院嘛 所以用 就是檢驗的人 就是門診人數如果多 那檢驗人 檢驗的人 這個人數就會多 譬如說我也看過一些 他們是 所以 在這裡 也建勤 建勤衛福部這個部分 應該要 好好的來檢討 那另外在醫院 目前的這個 醫檢部 並不是醫檢人 人士 醫檢師相關人士 做這個 這個主管 那主管是 別的這個醫師 或者是 另外的一些 醫學單位的人 人士來擔任 那這個也是 請 來檢討 請回答 非常感謝我們 陳立委 關心這個醫檢師的議題 那有關醫檢師 到目前的 防疫情的醫檢量 公共指揮中心 有在關注這個問題 他們會去做一些調度 或者提前做一些部署 那至於剛剛提到 醫檢師的 這個薪資 或者計算的標準 或者他 在檢驗室的主管 不是醫檢師的身份 我們這些議題 是不是我們就帶回 請我們在 意思是在做通盤 做檢討評估 非常 謝謝委員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建議 謝謝 好 謝謝 陳委員的 質詢 還有舒適 那我們現在 來處理臨時提案 委員會這邊 做一個報告 因為 等一下你跟我勸急 好不好 因為我怕臨時提案 總共有11案 處理到完之後 可能 在林德府委員 質詢完之後 我們就要讓 休息個30分鐘 讓官員吃飯 對 又多了 所以應該是幾案 好 所以議事主 我先處理好不好 議事主先 把我跟林德府委員的順序調一下 沒關係 沒關係 我今天處理太多了也要吃飯 好 好 來 好 來 我們現在 開始來處理臨時提案 請 現在不只11案 我知道了 好了 現在開始處理臨時提案 請一併宣讀 第一案 建請 衛福部 於兩週內 研議執行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醫療照護 及防治 發給補助 津貼及獎勵要點 納入 醫事檢驗師 醫事放射師 呼吸治療師等 相關醫護人員 為津貼或補助 適用對象之可信性 並將研議結果 送交本委員會及提案委員 提案委員 第二案 建於 執行武漢肺炎 防治 醫療照護等 工作之各類 醫事及清潔人員 實際承受相當程度之風險 但現行執行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醫療照護 及防治 發給補助津貼 及獎勵要點 津貼僅發給 照護 醫事或確診病例之醫師 及護理人員 顯不合理 應依照執行業務承受風險 及辛勞程度 將相關工作人員 予以納入補償及津貼對象 說明請參與書面資料 提案委員書巧會 王婉裕 莊敬成 第三案 第四案 各團體與單位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防疫 避免人群聚集 針對 許多以委辦或補助之相關課程研討作談等 應可研議將實體課程改為線上課程 衛生福利部並應將計畫之合銷科目與內行進行相關彈性調整 以立或續計畫進行 建請衛生福利部於兩週內 針對以委託或補助之相關計畫進行會計科目之調整 引以說明 黑暗人委員劉敬國中進城揚藥無疫情 第五案 要求衛福部針對社工薪資 薪資就效率方向進行加強益落實薪資 確保政府委辦或補助分案之社工人力不因財務而被退場 二 長期規劃穩定財務 以一依財力分級長期補助地方政府經費可行性 以協助各地方政府於新年度編列完整 預算針對相關執行一意 你請衛福部嚴理對策 供地方政府據與辦理 於兩個月內提供書面報告 提案能委員王婉鈺、徐志榮、劉建國 第六案 請衛福部於社會安全網 第二期計畫之規劃期間 應集英召開公聽會 廣納第一線工作人員各方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的意見與確保社會安全網 第二期得以改善規劃與執行的落差 及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 提案能委員王婉鈺、徐志榮、劉建國 第七案 有關目前全台執行社區關懷仿視計畫 之能力不足 導致案量比例比過高 服務品質無法深化 請衛福部續提升社區關懷仿視員之數量 以符合第二期國民心理健康計畫之規劃 並於未來年度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計畫中規劃 區隔關懷仿視業務與自殺通報關懷仿視業務 以提升社區關懷仿視計畫之效益及方案品質 提案能委員王婉鈺、徐志榮、劉建國 第八案 建請衛福部提請指揮中心研議 在口罩產量提升及確保第一線醫護防疫人員每日 需用量後適時調整口罩失明制政策 例如改為兩週購買一次購買口罩數量增加 讓民眾能安心防疫不需為了購買口罩大排長榮 也能舒緩藥室人員、衛生所人員配合政府口罩神明制政策之辛勞 提案能委員蔣萬安、又婉汝、徐志榮、張玉美、楊瓊英 第九案 要求警政署應會同原住民主委員會 以三個月內會及各界意見明確將原住民自製列槍之子彈 於主要零件納入規範 並提出符合目前原住民越人使用列槍之規定 公佈槍、炮、彈藥、刀屑許可及管理辦法修正版本並預告 第二能委員陳寅、黃秀芳、劉建國 第十案 要求衛福部於三個月內擬定精神衛生法草案 並針對病友家庭發展專屬的長照服務和家庭照顧者服務 於一個月內提出相關檢討報告 第二能委員劉建國、黃秀芳、邱太元 第十一案 目前我國心理健康相關預算一連僅五億元 預算嚴重不足 有關全國精神追蹤照護個案 能力醃製嚴重不足 衛福部應於三年內將關懷訪視員與個案比例降為一比八十 以維護社區公和照護體制健全 請衛福部於兩週內向衛環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委員蔣萬安、徐志榮、張玉美、楊瓊英 繼續宣讀十二案 第十二案 執行防治醫療招呼之醫事人員及其他從事防治相關工作人員 衛生主管機關應於補助或發給津貼 但對感染控制及重要之環境及設備衛生清潔人員 配合大量篩檢需求 超負荷之醫事檢驗師 大量移動檢驗設備檢查且增加潛在感染風險之醫事 放射施工作量聚增之感染科護理人員或管理工作者 從事高度引發飛沫微粒工作至感染風險高且 足足高密的防護裝備之呼吸治療師及及麻醉科醫護人員 醫護社會工作人員或其他實際執行防治醫療照護人員 均未訂定津貼規定 原要求衛生福利部根據調整相關要點 補助對其他從事防治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發給津貼之規定 提案人委員王婉裕賴香林 連署人委員林淑芬 張玉美 宣讀完畢 好 總共十二案都已經宣讀完畢 現在來處理第一案 請問第一案新生單位有意見 來 請舒智 跟主席還有我們各位委員報告 基本上第一案的利益很好 但是我先是不是可以跟委員商量 就是說 基本上目前我們對這些 經濟是第一線的醫師護理師是一定有 因為其他相關人員 醫師啊 其他相關人員報告 醫師社工人員定義太大 所以之前目前不是用經典方式 是用績效獎金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是不是可以容許我們在這個提案的倒數 這個健康衛服部那邊 我們能不能修正成健康衛生福利部 試疫情發展 適時納入團體績效獎勵的平和 將所有參與防疫的工作人員納入獎勵對象 這樣是不是可以透過獎勵方式來處理 因為目前的機制津貼 它是用第一線的醫師跟醫務人員 然後其他人用獎勵的方式來處理 因為他醫師是同仁的反應是說 因為那個醫師相關人員太多元 我們也許會有怪異落外 所以他統籌用獎勵金的方式來處理 是不是可以容許做這樣的一個修正 首先非常感謝我們提案的 提這個案的委員 非常關懷所有參與防疫醫療 相關的工作同仁給他應有 依照風險 這個怎麼風險 當然就是衛福部主管醫官要去評估 在經費有限之下 我想大家不理會 我覺得第一線真的是交付病房 我非常支持他們給他們 就像現在的規定 我個人覺得非常支持 但是大家想說我也是都有參與 你支柱要給我一個credit 還是說給我肯定 當然基本上哪個可以一些 一點點應該有的筋貼 我們給他一點適當的 在我們的預算裡面去處理 我覺得其實大家不是為了搶這個筋貼 是搶你有沒有重視我 所以今天這個案非常好 只是要你研議 再去重新思考怎麼樣更加的全面化 並沒有一下子就要拿多少錢多少錢的問題 的監貼嗎 倒是不用太大的壓力 我會建議 那第二比如說現在當然先第一波 我們先鼓勵 那個先鼓勵那個IC加護病房 那種很重症的那些 可是所有的人都在防疫嘛 所以如果我們在案裡面能夠多 讓他各醫療院所 現在只有200間 都有專責病房 可是所有的小醫院 他也是面對很多 甚至診所第一線幫我們鎖住的 六七層的病人 這個我們一定要肯定 所以在提案當中我會建議 把各醫療院所的觀念 弄進去 那相關的醫事 相關的同仁 依照風險 你去規劃規劃 我想看起來這個 提案的精神是在這樣 謝謝 好 謝謝邱昭委 接下來 欸 提案委員 好 邱昭委員完再換書委員 齁 齊齊啦 主要是說 放在獎勵今天裡面 最重要的精神是說 讓這些人 他就第一線有對著 因為我們補助各項各項 包括有索困的 還有補貼的 但是我認為 第一線的最好靈魂 你不可以 要留這些人 不可以先留著 所以你說用補貼的方式 獎勵的方式 對啊 我是可以接受 但是防禦的政家 因為我們原本下來 沒那麼多人 你也有可能 生死人來 補貼變0 也可以 你敢聽我的意思 我知道 你會先給他解決 你沒有解決到的人 就一定沒有 所以他們的感覺說 我是不是就沒有了 所以是不是 委員意思說 我們剛才建議說 將所有參與防疫工作的人 納入獎金這樣 將所有參與的人 累積幾個 累積幾個 剛剛委員關注 那幾個對象 我的提案 其實只有 現在議事社 這個看起來 就可能 撞不住 你的提案更多人 是 第二案有更多的對象 對啦 對啦 完全希望進行 激起 讓蘇委員 對 謝謝 蘇委員 報告主席 其實我們第一案和第二案幾乎是一樣的狀況 那只是我是第二案是範圍甚至是比第一案更大一些 所以我想是不是也請衛福部你對第二案的態度是什麼 一樣嗎 跟雙剛一樣嗎 對 基本上我們意思是 經過這個案子已經經過很多討論 定入是一個津貼跟獎勵的方式 兩種方式 是不是可以先支持我們這樣的處理 那獎勵的部分 他本來就是對門診 對那個檢驗站什麼都有這樣的獎勵措施 獎勵措施裡面就可以把這些參與的人也都納入獎勵的對象 沒有沒有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今天這樣同意衛福部現在這樣的說法 因為我們現在是委員在臨時提案的階段 我第一案和第二案提出來 雖然剛剛陳委員有提到他說競表支持 但是我想他支持的是 要對各多元種類的醫事人員給予照顧 但是我們現在的類別有津貼有補助還有獎勵三種 第一個是他會被放在哪一種類別 第二個是他有沒有已經被具體指出 這是兩大爭點嘛 那所以我們今天從早上質詢開始是說 很多其他的也在負壓病房內這樣的工作人員 他會因為風險的不同 或者是因為他工作地點有些不是在負壓病房 有些是在基層診所啊 那所以依風險的不同你要給予從津貼開始到補助到獎勵 這不一樣嘛 所以這是連連看這樣子的概念嘛 所以我們早上提出的是 你這邊連的範圍你要種類可以變多 連到津貼的部分 這是我們的要求 那你現在直接告訴我說 沒有沒有我現在就是全部通通都直接放到獎勵 那我現在就沒有這樣我不同意啊 所以我們也沒有要求說 現在你就要做出 就要做出立刻回答 因為今天次長你自己有說嘛 你今天來的是設政的單位嘛 不是醫政的單位 所以本期是具體建議啊 是不是一和二這邊的 其實我們也真的陳委員的同意 我們是不是在第二案這邊 是把文字上面在一二三四 從一二三四五第五行 這邊顯不合理之後 建請衛生福利部 研議依照執行業務承受風險及辛勞之不同 辛勞程度之不同 將各醫療院所相關人員 予以納入補償及津貼對象 第一我建請衛福部研議 第二我有依照風險及辛勞程度之不同 然後第三我是將範圍擴大 是各醫療院所相關人員這樣 然後我希望 你們可以提出一個完整的說明和報告 告訴我們你們是怎麼決定類別 和他的給付的方式 這個方式 讓我們社會大眾能夠了解 大家才會覺得說 這樣有公平 然後有照顧到我 我是跟委員們再報告一下 因為當初會採取醫師跟護理 直接用精推方式 因為他們工作很明確 其他參與人員 可能每個地方參與的人數 職稱都不見得很相同 所以他把剛剛委員提到的 醫生這個信號的程度 會不懂等等的參與 這個權力放給那個機構 所以他才會採取用獎勵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我們講這個時候 你的今天是直接到個人 那你的獎勵是先到機構 機構會不會發給個人 那個個人怎麼分 這就是當時在寫法條的時候 個人怎麼分 當初已經會基本的原則 當然會看到參與程度 風險程度 如果我們包括這個邱委員在這裡 是專業的狀況 他就認為各醫療院所 應該要放進去 你真的覺得說 這個種種的過程 經過你一個星期的研議 還是原來的版本最好 好 你跟你有說出來 我們以遭公信 我們一起辯護 這樣可以吧 因為我跟委員辦 這獎勵對象裡面 我們現在包括一般的檢驗站 專責病房 防疫工作的 這個醫療機構 都納在這個獎勵對象 其實他的獎勵對象 已經相當的寬廣了 那現在最重要的是說 這樣的一個獎勵 給誰該有拿多少 確實是留一個空間 給這個主責單位去做衡量 因為他們在第一線 實務最了解 所以可以容許 我們有這樣的空間 我就已經跟你說 賤情研議 你又要跟我招一招 我不是跟你們 坦白講我賤情研議 對我們同仁就是一個 要開會討論 又要去討論 又要找很多人來 那我覺得這段時間 我們現在盡量說 集會時間 人數盡量減少 那我們也不能 單方做這個決定 因為很多食物經驗 還是低線的醫療院所 最了解 那假設要演繹 當然委員假設強力 要演繹 當然就是我們要求同仁 去經濟不出去 我只是說 把我們現在的困境 跟委員說明 是不是 因為當初在討論 當中就發現到說 在食物機構裡面的 誰能夠拿多少錢 確實是在第一線 食物經驗最了解 才會改成一個 明顯的醫師跟護理人士 津貼 其他用獎勵的方式 那獎勵的對象 已經非常寬廣了 那你獎勵的對象 現在有列出來嗎 名列嗎 他們在獎勵方向 包括社工人 其他人員 都有這樣寫 醫事人員有嗎 醫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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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事人員有嗎 還有基層診所有嗎 那個只要有做參與防疫工作都有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帶來告訴你說 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我是不是被吶喊在裡面 我要怎麼樣可以得到一個 被重視被肯定被鼓勵的狀況 你這個東西到現在也不拿給我們 我們提案在這裡的時候 你現在變成是 你指責我這個提案不正確 打擊醫療士氣是這個意思嗎 委員我想加 我講話我這個 不恰當我願意道歉 但是我必須說明的是 在這個案子討論當中 其實 我們沒有要給衛福部找麻煩啊 對啊 我們在討論過程當中 確實是把今天跟獎勵分開 那獎勵的對象範圍 不過我是不是請我們 是不是容許我們請醫師是 因為他們來提供會比較精準啊 那是不是這個案子可以 分解主席師可以 剛剛從早上到現在我提案這麼久 你也沒有提供任何的資料到現在給我們 然後現在說 我提這個案反而是造成 大家還要群聚研議開會 增加醫生師的這個工作負擔 這我沒有辦法接受啦 這種說法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啊 所以我可以認同委員的看法啦 對啊 我們是也希望讓基層診所 讓所有的這個相關人員 得到肯定那很鼓勵呢 對不對 那你現在資料拿過來 那主席沒有得到資料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同意這樣子被變更啊 好 我處理一下好不好 書委員 我給我處理一下好不好 讓他們拿出來 因為我們第一案第二案十二案 都差不多大致上一樣的性質啦 是不是請他們提供資料出來之後 我們再討論 那我還有其他的案 因為我們今天總共是十二案 好嗎 等一下啦 好嗎 我等一下齁 我現在先處理 因為一十二跟一二十二都一樣的案 請他們趕快提供出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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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好啦 我沒有 我沒有 那我沒有 真的真的 剛剛那個是 次長嗎齁 針對這個第一二跟我們第十二案齁 確實真的收到非常多在第一線工作的醫事人員 他們對於我們要點上面只有寫出 醫生跟護理師 他們覺得被排除感 以及被沒有 算在整個防疫的工作 重心跟重要人力 裡面的心理上其實是有 忐忑也絕對不受到重視 才會因為這樣子 才名列一些直接的 這個對象包括 呼吸治療師或者是大家 很在意的醫檢師等等 所以如果剛剛我們這個次長回應 說目前因為 這個增加大家的 研議能力跟這個狀況 這不是理由因為研議法條 這個部分我相信部裡面 一定有專責的人 就現有已經 每天都有疫情指揮中心在回報 每天都應該有這個 包括防疫的這個作業的 整備跟 被這個超前部署等等的能量負荷 所以應該已經可以下到 第二階段的人員的所謂津貼 也就是不是你們認為的 醫師跟護理師而已 如果你不啟動第二階段的這種 在津貼補償要點等等的對象 擴大很多在第一線 真的默默在做的這些人員 他真的覺得好像沒有被政府 也沒有被疫情中心 更沒有被衛福部看到 所以我們的提案就是希望你還是修訂你的要點 那滾動式修正本來就是你們當時承諾 要定特別條例裡面的一個方向 那如果基於這樣子 剛剛回應蘇委員的話 我也覺得不太能接受 但是是不是就是你們能夠在最快時間 做出剛剛講的數據之外呢 你們滾動式修正裡面一二 可以增列三四 就不會只有說你們認為還要回去開會討論 還要由第一線來回報訊息給你們 才能做決策 我覺得這個方法跟態度我還是不能接受 好謝謝賴委員 提案委員 我想是不是請 蘇次郎跟相關人員趕快討論一下 是不是針對第一案第二案第十二案 能不能修正出一個比較好的版本 好謝謝 因為坦白講這還是要修一下 像賴委員還是蘇委員還是剛才陳委員 整個提案的內容 大致上我們都很清楚 所以應該就是 就是因為對你們這個要點訂定 有起意見嘛對不對 所以才希望把這些 醫護人員除外的 在整個醫療院所 有在職業這些 這些同仁朋友 也都一樣一併納入 這個補助津貼的對象 應該是這樣講 了解我們 好了你再補充好了 你補充什麼就趕來處理 好 但是這不是補充 沒有 那我想這包括剛剛賴委員 我們的意見都一致 就是我們反映 有很多相關醫師人員覺得 沒有被重視 好這個是爭點嘛 那你現在的要點是 只寫了一 醫師二是護理人員嘛 你其他的人都放在第三塊 這個獎勵的部分嘛 所以要解決被看到的話 一是你改變你的要點嘛 那你如果覺得不可行的話 給我的答案是說 你的第三個部分 你們其實有很詳細的資料 都包括 那你就把資料拿出來嘛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研議的過程 那就完成了啊 因為我們要的是被看到嘛 然後有被這個嘛 所以你到底哪一種解方 你是要依照我的去修改 這個要點還是要拿出資料來 我沒有關係 我的問題是這裡 所以我說我賤請研議 那這樣我不曉得 有什麼不能答應的 謝謝 了解謝謝 好我們先第一案第二案 第十二案先暫時 讓行政機關去做一些調整 然後再把查案給各位就做參考 第三案 現在出第三案 來請說 麥克風 主席各位委員 有關第三案的部分 是因為 疫情的發展其實它變化蠻大 所以我們 建議 衛福部社交署建議 在第三案的第四號 第五行 第五行的部分 是疫情發展 予以防疫相應之展延期限 我們建議文資修正成這樣 對一年拿掉 然後前面的話 再增加是疫情發展 提案委員有沒有意見 可以了齁 OK謝謝 那我們去照行政機關的建立文字修正後通過 來 第四案 沒有意見齁 第四案的部分我們沒有意見 好 那各位委員其他意見 沒有第三就照提案通過 第五案 有關報告委員會 這個已經 我們會建議在提案的第四行 原提案要求衛福部 鬥點 加一段話 協調地方政府及行政院主計總處 然後針對社工薪資新制 就下列方向進行加強 那就是加那一段多加 地方政府加人士行政總處就好 對對對 那這個部分也已經經由那個 行政總處 那個王委員同意 他沒有意見齁 好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就照行政機關提出的修正文字或通過 謝謝 謝謝 第六案 第六案 第六案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就照提案通過 第七案 市長你麥克風 不好意思 第四案不是要怎麼給三組都會做 跨界單位 第一案就做 這第七案做文字上的修正 有關目前全台執行社區關懷 訪視人人力為99人 虛訪視人數為140162 這少了 前面少了個1啦 14萬啦 然後這邊 後面都沒有改編到 最後一段 第三行 最後一段第三行 工作計畫 規劃 區隔 把這區隔 這兩個字拿掉 規劃 關懷訪視業務 與自殺通胞業務 關懷訪視 然後後面加上 並定期檢視 予以 予以修正人力分派 並以提升社區等等等等 這沒有變 以上 好 第一案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 就照行政機關建立的文字修正後通過 來 接下來第八案 第八案沒有意見 好 那警察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就照提案通過 第九案 行政機關有沒有意見 好 那警察委員 那警察委員要說明 以前 第四案 提案委委員 他那個 宣示希望改為三週 看你有沒有意見 第四案 好 好 那第四案就修正為三週 三週 蘇士 第四案我幫你修正過了 兩週改為三週 來請副主長說明 OK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那麼我們指對臨時提案 第九項就是做部分修正 那是最後一行 公佈槍炮彈藥刀械條例 這個公佈我們建議改成研議 提出 提出 槍炮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 修正版本 那最後三個字 預告這個 最後三個並預告 這三個字刪除 好 謝謝委員 好 那其他委員有沒有 有其他意見 沒有 那我們就照警示署提供的文字修正後通過 第十案 第十案 前面都禁表同意 人在最後倒數第二行 於兩個月內 這原來是寫一個月 於兩個月內提出相關檢討報告 好 OK 那不用叫他常召師齁 好 好 好了 好那就照行政機關監理文字通過 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就照講通過 第十一案 第十一案 第十一案我們禁表同意 好 那各位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我們就照提案通過 好我們繼續來處理一十一二十二 行政機關有沒有把版本還是什麼建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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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 按照西委員 嘿 來 報告 非常感謝我們委員來幫忙 那剛剛我們有先 是不是原則上按照那個提案二的原則來處理 就是說 在提案裡面 蘇維瑩等委員提到的顯不合理後面這部分 因依照執行義務程度風險去欣賞 將相關工作人員納入補償或經典對象 是不是有當進行 這樣可以嗎 就是我們會把這個 講 有有有 好 就是我們 我們會把那個 不管是用獎勵或經典對象 至少要盡量明確化 好 然後 醫療院所也加進來 這樣子 是啊 因為現在是要做成一字路 那你就是這個 要念清楚 要念清楚啊 來 我不是已經寫得那麼清楚了嗎 寫在哪裡 寫在哪裡 我們 這個顯不合理 後面就是 建請衛生福利部 按照執行業務受風險及辛勞程度 將所有的各醫療院所 各醫療院所相關工作人員予以納入補償或津貼對象 這樣子 沒有啦 你的資不同是在說明啦 你的體驗不消失不同啦 沒有啦 我剛才跟他們改過了 因為說說明完全不會被錄進去 對啊對啊沒有說 所以我們把按油的部分就把它寫進去 12345第五行顯不合理 後面顯不合理 鬥點 建請衛生福利部 原意 依照執行業務 承受風險及辛勞程度之不同 鬥點 將各醫療院所相關人員予以納入補償及津貼對象 對 對 對 就是獎勵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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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不是 納入獎勵對象 因為我們現在用獎勵津貼的方式 因為我們現在用獎勵津貼的方式 所以是不是可以納入獎勵或津貼對象 抱歉 主席 不要在這裡說 說得清楚 沒有啦 那個補償金條是補償金條就不是補償嘛 這樣嘛 就是補償嘛 你如果補償兩件要拿掉 你自己的要點你也不要去什麼補償 這個獎勵或津貼對象 補助津貼及獎勵 對 補津貼及獎勵 或獎勵 對啊就是補助 是按照這文字 我跟著一定補助 對啊 對啊 就補助津貼不是補償啦 這樣啦 我是建議文字修正這樣而已 對啦 你只講 好像 沒有津貼 只有補助 就是好像團體獎金嘛 這種意思 你就都不用做這事情 那本來就有了嘛 只要各位療院所再演繹一下 我們怎麼知道呢 剛才處長你說的 我要修正一下 我們現在納入補償 只有那兩百家醫院 我們台灣有 至少五百家醫院 通通受在做防疫的工作 加上 有兩萬家多家的指手 都在幫我們守住設計第一線 請衛生部一定要注意到這些的貢獻 不能什麼都只有在那兩百家而已 我支持 兩百家好好的 但是兩百家以外的三百家 你像你們英俄什麼 那世紀的病院這麼多 那些都說 都沒有關心到 金屬這麼多都沒有關心到 我們要來關心一下 你說 你說要用團隊補助什麼 我是覺得你讓自己寬廣一點 有時候要緊 今天有獎勵 那我是接受可以寬廣一點 但是你們要去 好我們會把 研議這個委員的意見 就 喜歡請我們醫師把委員的意見 納入整體的評估跟研議 我們看對 補助頓號津貼即獎獲獎勵 師傅 看到我們講 那你就把他去研議 這樣就通過去研議 不是很那個嗎 好了解 謝謝 來啦我們就照你們的文字好不好 好 津貼頓號補助 津貼頓號補助獎勵 這樣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可以謝謝 就是完全按照你們的這樣就好了 謝謝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沒有啦,不要這樣 那個賴委員 民眾黨在不在 沒有啦,走開了啦 要問一下嗎?要合作會嗎? 問一下啦,我這樣去就好了啦 沒有啦,這樣去也是要在我 記錄一下是怎麼去啦 來 你問一下好不好 他要整理文字 是不是就一二十二案併成一案啦 我們前面那個什麼書小會委員那個不用嘛 那你那個 可以不要寫嘛,就從鑑魚執行武漢肺炎 然後所有的人就各個各個都 全部併到裡面 就是你們三個案子的委員都併到 你看說第十二要不要併起來 再簽署你第一案子 三個案的名字誰都是併 好,沒關係,你把文字弄出來 就這麼多委員都可以 把提案委員的合併在那上案裡面 對對對,出來說我們要處理 OK喔,好 好 那一,那個時候很同意啦 就一二十二就併成一案 好,然後 那那個 那我跟我說好不好 好,不好意思啦 我跟你說你,跟他跟我說 要不要處理事情 好 那接下來 就把文字弄出來之後 我們就來處理啦 好不好,沒關係 好,來,謝謝 來,請領導委員來做質詢 謝謝主席 來,好 是不是請那個蘇次長 來,請蘇次長 還有盛司長 委員好 那個蘇次長 因為現在每天新聞齁 都是跟會員疫情啊 民眾 講在話 人心惶惶啊 更何況 是身心困擾者的 這個情緒跟壓力啊 更容易受到 很大的衝擊跟影響 那根據調查 2003年 SARS發生 SARS這個 發生之後 超過25萬人啊 出現了 輕度的憂鬱 更有超過三成民眾 有敵意的傾向 那想問衛福部 有沒有發覺到 在疫情期間 民眾的情緒 是不是比較活動的 有沒有 蘇次長 那個 跟那個 我們 這個 副局長 是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議題啊 其實 衛福部在 這個 這個 武漢肺炎的發展的初期 其實就考慮到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關懷 包括Core Center的關懷中心 那也 指派了各家醫院去支援 那個 隔離的場所的 這個 專門的輔導 派了心理師去 那另外 我們也針對 1925 一九愛我專線 這心理 心理諮詢專線 來針對全 全國的民眾 與心理上的諮詢 另外 跟委員報告 其實 防疫期間 因為這次不同於SARS的期間 最大的不同是說 我們已經經過SARS的 這一次的壓力 那上次是因為不明 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壓力非常大 那這一次很快就搞清楚狀況了 而且我們原來的各個醫療系統 都有因應 所以雖然大家都覺得壓力很大 但其實跟SARS比起來好多了 那 我請教 衛福部的 衛教宣導 是不是只有著重在 黃毅而忽略的疫情的這個 整個集體的 集體的焦慮 是 跟委員報告 其實沒有忽略 其實我們一開始就注意這個議題 所以我們才有 剛剛會有那些 心理諮詢等等 但是 跟委員報告 現在因為還在急性期的 還沒有到頂峰 那現在的狀況其實讓大家 資訊透明是最重要 讓大家資訊清楚 就比較不會交流 因為齁 這波疫情 這個後續還會影響 不但是整個經濟 包括民眾 擔心疫情 這個延長到影響它的生計 情緒困擾增加 但是 衛福部的宣導都缺乏 這個 情緒的一個防疫啊 齁 那 這一塊 那像 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以及隔離者 有沒有給予心理健康的支持 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 那 我們目前在衛福部的網站裡面 還有我們信口市的網站裡面 都有針對防疫期間 如何照顧自己或身邊的人的 心理輔導 或者心理照顧的資源 這樣子的宣導教育我們都有做 那第二點 跟委員報告 其實 現在在現階段 對於醫事人員的心理照顧 最重要是他的身體照顧 也就是他能不能夠三班輪修 能不能有好的福利 其實這些對他來講是最重要的 因為齁 本席一直認為說 希望衛福部要重視心理 呃 的一個治療 這個問題 才有助於整個緩解公眾的 焦慮和恐懼 齁 那剛剛說 說到這個疫情的影響 讓原本就有心理 健康病史的這些病患 更加的緊張 齁 這種狀況 是不是請 這個公衛護理師以及 黃氏員多加注意 提醒 一些緩整齁 全力來幫助這些精神疾病患者 平安健康度過這個疫情 是 是 謝謝委員提醒的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重點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針對這個加強 那如果我們 平常就對情緒問題 要是不重視 難怪整個社會安全網 一直補不起來 齁 那這幾年 其實投入這麼多的預算 有這麼多的人意在推動 強化整個社會安全網的計畫 但是 這個 社會事件 依然平傳 不論是 額虐啊 或者隨機殺人 社會安全網究竟 其實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 到底有沒有好好的做一個檢討 有沒有 報告委員 其實 社會安全網 其實它是從蠻基本的 從 包括社會 從社會福利 到家庭的 家庭的暴力 親子的關係 從這邊完全有著手 那另外我們的策略三 也針對精神病人的部分 呃 加以關懷 所以其實是有整體性的檢討 因為齁 每一次只要案件發生 都會聽到政府說 我們會積極 修 精神衛生化 那我們增加了 多少名的這個社工人力 但是都沒有去 解決一些根本的問題 報告委員 根本的問題其實 人 剛剛如果說社會事件的 發生有很多原因啦 那其實我們只 只能從一部分的原因去做預防 那有一些 就像說失業啦等等 這些其實有 隨著經濟的蕭條 而有起伏 比較難完全的控制 最後一個問題 我請教齁 那個 呃 會務過去提很多這些 多元社區支持服務方案 來照顧 這些精神障礙者 但請問目前這個方案 資金的成效如何 是跟委員報告 在以前喔 我們 這個社區支持方案 呃 在我們台灣其實沒有很被重視 那大家都比較重視 醫療系統的醫療 那這兩年我們才開始拿到 預算之後 有積極的 有積極的在 對啊 因為你心口四號 只編了兩千萬的預算 推動多元社區生活方案 之發展計畫 那計畫 每個人每月 兩萬八千元 等補助的項目 那請問 兩千萬是能幫助多少人啊 這是不是把這些問題 都丟回社區不管了 或者是補助幾個人 就 就算有做事 是不是這樣子 跟委員報告 兩千萬不過是一個開始而已 因為 跟委員報告其實 我們要做這些社區支持方案 需要很多的NGO團體的支持 那目前我們開始不見 其實NGO的團體 人數上 數目上仍然是不足的 所以醫師沒辦法開展到太大 因為我是希望說定期追蹤 透過和大眾接觸 去緩解他的這些病況 也要透過這些病友間的交流 讓病情慢慢穩定 本席是希望衛福部 會後能夠提供 這個計畫的申請量 以及執行成果 給本席 是好不好 謝謝委員官 謝謝 好 謝謝林委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先講 來 好 那我們現在 再來處理 剛才臨時提案 第一案 第二案 第十二案 病案 因為剛才有遵循 相關提案委員的同意 那要不要再 說明一下修正後的文字 可以 跟市委員討論之後 都確定文字就是 在按油的第一句話整個刪除 那後面倒數第二行開始 顯不合理後面家 建請衛生福利部 研議 依照執行業務 承受風險 及辛勞程度之不同 將各醫療院所相關工作人員予以納入 補助津貼或獎勵對象 好 好 應該 沒有其他意見吧 好 那我們就照 這個文字 修正後通過 第一案 第二案 第十二案 等提案委員 捐立為共同提案人 好 謝謝 現在休息 沒收到 結果 現在 沒有 沒有 沒 沒有 沒有 還 真的 不 議長,議員,我感受是高興啦 所以自己的邀請 完成了 先看看 看完 小心 快速 快速